我实名举报 正是民警务送枪 这个派出所的所长也亲自出面了 并对这个受害者说 侵害他的那位魔警 孩子都两岁了 这可能会导致这位警察失去工作 甚至家庭破裂 然后问受害者 你真的要毁掉这个男人的一辈子吗 大家好我是大树 无法无天 朗朗乾坤 光天化日之下 人民警察竟然在派出所里 强迫少女发生关系 最近一东北女孩 在抖音里实名举报了 武汉盘龙城经济开发区 派出所的一名 正是民警吴松 强迫自己和其发生关系 而且这女孩还着重强调说 如有造谣 愿意承担法律后果 我是余小萱 我实名举报 湖北城武汉市黄域区盘龙城 经济开发区派出所 正是民警吴松 这女孩的话里面有个细节 她说这个警察还有受贿打人等问题 我们都很好奇 这女孩咋知道这么多细节呢 感觉上她和这个民警应该是老相识了 有点道理 那么带着这个疑问 咱们继续往下聊 那么后来 该女孩为了继续曝光民警的行为 她又找到了当地的纪委 对魔警吴松进行举报 但是纪委均不受理 我跟她 我不是要钱来了 我也不是干嘛来了 我只是希望有人受理这个事 我之前已经报过警了 一直没有人管 当地的纪委也是 都向着她 我看了下女孩的出生日期 上面写的是2005年12月24日 现在是已满18岁了 后来我就在网上搜索 我才知道 这个事件其实是在2023年9月发生的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女孩是17岁 不管怎样 就按照当下这个罪名 作为警察 才在公职单位里 强迫未成年发生行为 估计都要蹲好几年的大牢 可是 毫无悬念的是 警队非常团结 宁愿受众人质疑 也不受理这个事件 大使也不受理 所以女孩一怒之下 就把这个事件传到了抖音上 她还曝光 她曾有带着这个警察的小蝌蚪 去警局 但派出所竟然说 这女孩造谣 她派出所说我造谣 我当时带着XX去的 她现在还在打电话 她问我什么意思 好吧 所以此事件又经舆论发酵 一些地方媒体就打电话 去咨询该事件 当地派出所却称 没有这回事 后来还有不同地方的记者 也打过去咨询 结果相关工作人员却说 不信谣 不传谣 我们上级领导有过核查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 这个回答相当有意思 你说都没有问过受害者 就说是谣言 领导核实过了就是事实了 跟领导有什么关系呢 不应该是我们警方已经核查过了 这个事情纯属谣言才对吗 所以领导都说了 那意思就是说 领导就是法官 领导说谣言 那就是谣言 那估计这些领导的家里 都是男的 到处撒种子 习惯了 所以面对这种事情 警察都见惯了 他处理事情 都是小菜一碟 游刃有余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是谣言的话 你咋不把这姑娘给抓起来呢 是吧 诬告他也是犯罪 更何况是告你民警 是吧 那后来 有人就找到了 这个案件的举报帖 那上面写的是 盘龙城派出所 民警吴松 在2023年9月在派出所办公室 对这个女孩进行 那当时他未满18岁 他之前报过警 但是民警吴松威胁他 甚至还说 他会给他钱进行补偿 但是吴松 却一直没有联系这个女孩 所以这个女孩就再次报案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案件最终还是被转给了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派出所里 后来这个警察却给这个女孩打电话 威胁他 说要做掉他 那这个案件到底有没有立案 这个女孩也不清楚 所以他要求上级部门处理这个事情 那我们看到 这个上面写的是 案件正在办理中 已经少半年了 映然无音讯 那后来呢 我又找到 这个有些网站 已经公布了这个民警吴松的照片 那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从图片上看 这个吴松还是个帅小伙 是吧 那说到这呢 我们每个人心中 可能都有同样的疑惑 那就是 这女孩怎么进的橘子 如果女孩是不情愿的 那么中途她没有反抗吗 没有声音吗 那橘子里没有其他人吗 那后来呢 我去看了一下评论区 那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个女孩 说这个女孩的逻辑大有问题 怀疑就是情感纠纷 但是这女孩却说呢 不是这么回事 只是有些事情呢 她不能说 那还有网友就说 你既然想用网络来达到你的目的 你就把证据甩出来 那否则网友根本就不知道情况 就被你当枪使 然后这个女孩就说呢 证据已经交给了他们当地的分局了 还有网友呢 就建议她啊 说让她去告给复连啊 但是这女孩却说呢 人家复连呢 一听到 好家伙 你这是告警察的 复连当场就不吱声了 还有人说 明白了啊 事情肯定是真的 但是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然后呢 这女孩就肯定的回答说 是的 当然不管女孩从事什么职业 这都不能构成警察在警局里强迫女孩和其发生关系的理由 按照中国刑法第236条 以暴力 胁迫 或者其他手段强行发生关系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 有期出行 这个女孩啊 在经过这么事件的一个发酵之后 媒体也曝光了啊 纪委也参许了 结果人民警察还是不给她一个公道 所以呢 她就说 原来我以为存在正义 看来是我年少无知了 人民永远都不过关 哎 多么痛的领悟啊 一个18岁的女孩就能有如此的觉悟 看来红社会啊 确实是一个锤炼折磨人的社会啊 无独有偶啊 后来呢 我就查了一下类似的事件 在2022年呢 也有一个女性被魔警强迫了 话说啊 江苏有名受害者啊 报警说这个自己啊 被警察强迫了 警方出面后呢 她不但没有保护这个受害者 相反啊 却把这个施暴警察 单独的和这个女的关在了一起啊 试图说服这个女的进行私了 而且啊 当天做笔录的警察啊 竟然还试图引导 并且说服这个受害者 他是自愿发生这种行为关系的 问受害者超过五遍 为什么冬天 穿那么多的衣服情况下 还能被侵犯 拜托 人家是受害者 他又不是施暴者 是吧 这是 真的是在审讯犯人啊 把受害者变成了犯人 最搞笑的是啊 这个派出所的所长 也亲自出面了 并对这个受害者说啊 侵害他的那位魔警 孩子都两岁了啊 这可能会导致这位警察失去工作 甚至家庭破裂 然后问受害者 你真的要毁掉这个男人的一辈子吗 我知道大家很无语啊 当然这个还没完啊 随后这个警察还找到受害者的朋友 甚至是前男友啊 试图把受害者描述成为一个特殊工作者啊 并对其施压做这个思想工作的教育啊 再后来 这个事件呢 又转到了受害者的家人这里啊 他家人呢 被警察做了思想工作 所以以怕影响女孩的情绪为由 一直瞒着女孩 没有再继续跟进这个事情 而这个警察从始至终 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处分 所以这个姑娘一听啊 就怒了 后来嚎啕大哭啊 一怒之下呢 就打给了警局 然后呢 他就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 他说 如果你的孩子被人那个了 你会认为侵犯你的孩子的那个人的人生 被你的孩子毁了吗 那名警察却突然说 你最近吃药了吗 那这个女的呢 她其实是有抑郁症的啊 所以这个女的就说呢 抑郁是情绪病 并不是智力障碍 你问这个问题 你有意思吗 结果警察却不屑的说 不好意思 我家是男孩 不会被那个的 真的不敢想象啊 我上面的评论内容啊 竟然在这个事件中对应了啊 我当着那个火火烫就起来了 这些事够毁三观了吧 但是还有更扯的啊 一个24岁女孩被老板 警察介入后 竟然说 因 行为不足两分钟 无法立案 这啥意思啊 杨伟的人就可以随便 不负法律责任 对吧 中国人从1949年站起来之后 再也不会跪下去 那后面我描述的这两个事件 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结果 那我相信 上面这个女孩的事件 也会以不信谣 不传谣 是谣言这么一个事情 给她结案了 这些事情不会有结果的 也不出乎我们的任何意料 就在我刚刚录制完这个视频之后 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女孩的抖音 已经全被删除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以下是来自另一名警察 对举报者说的话 她能跑来打这群工 我怕你 不要忘了啊 还有老婆 还有小孩 不要忘了 我也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